热情的民众放鞭炮 欢迎黄珊珊车嫂的队伍经过 黄珊珊台北大车嫂活动 首站从南港内湖出发 将用两天的时间跑透透台北各区 我和黄珊珊以及民众党八位市员候选人 将连续两线在台北设个行政区 展开大车嫂 第一站就从南港内湖出发 经过大安文山松山新义 中镇万华 明天还会到士林北投跟中山大龙 我们会在台北市的大街小巷 号召伟大的市民 跟我们一起来守护这座城市 也邀请大家来参与过去八年来 我们台北市的改变进步与繁荣 这次的车嫂本来就是希望透过扫街 然后让大家呈现的不是只有单纯的去接上跟人家会守 重点是台北市这八年改变了什么 那当然下雨一定会影响大家出门 尤其不太喜欢在外面淋雨 所以一定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我相信今天有很多我们很早就公告了 我相信很多朋友还是会出来跟我们打招呼 重点在于别人车嫂他们可能看不到台北的进步 我们今天要呈现的是台北的进步 那第一站就是东京门户计划所在地 我背后就是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那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南港社会住宅 事实上这个是 我认为这个将来会是台北市 最不是台北市全台湾的最现代化的一个区域 因为这是信义计划区以后 真正有都市计划的 事先设计好一个都市的区域 那这个地方会是台湾的交通枢纽 因为山里共过在这个 高铁台铁捷运 还有我们已经两个转运站的BOT案 那已经开工了 大家好,谢谢大家,谢谢 大家好,谢谢你们 各位好,谢谢大家 谢谢欧董,大家好,我是台湾,拜托大家了,谢谢,谢谢 谢谢各位 大家好,加油,拜托,拜托,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哇,我看到路边有一个年轻的应该是夫妻或是情侣 举着自己手写的就是白板 然后上面黑字是写黄珊珊加油 这看起来这非常非常感动 虽然不是一个做的很精美的牌子 就是自己用这个用那个麦克笔在白板上写上去 可是看起来特别特别的有温度 很多人啊,撑着雨伞啊,直接走在路边 然后等着这个车队的经过哦 而且都非常的 哇,又看到一位妈妈就背着小宝贝 好,来跟这个珊珊加油打气 车扫第一天虽然下起大雨 但沿途都有热情的民众挥手 或是摇着小旗子支持力挺黄珊珊 今天我以为会,我以为大家都会不方便嘛 所以,但是不要说我们自己有通知的民众 就一般路边的民众反应也蛮出乎意料的 就是很危险的时候要伸出来啊 然后从店里面冲出来 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你知道我们刚才看聊天室里面啊 有那个内科很多公司 她说,蛤,珊珊要来了 他们说他们揪团冲下来 冲下,在前一段说要等你 那我在路上看到很多,真的不是动员 然后他们自动自发的在那边 跳起来打招呼 我觉得选举,我们刚才在讲说 宣选到这样很快乐的样子 开心选举快乐投票 那因为内湖是我很熟悉的地方 刚次来问我说 你的支持者跟我的支持者不太一样 她的支持者都是上班族 我说我的支持者从老到小都有 对,刚才进入国宅也好多的大哥大姐 朱朱阿姨 因为这些都在这24年 他们平常就看到我 然后有很多服务案他们都会来 其实我这次选举最快乐的是 我走在路上,人家会跟我说 我内湖的 我想说内湖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是比较的 然后另外会有人说 我万华的 不要肯定你们站出来 做自己的主人 你不是男的 你不是绿的 你是自由的 其实你们就输出自己 最理性的考量 谁最适合当台北市长 这样想就好了 不要被这个意识形态 党派的利益 还有政党的纠纷 被这些去绑架 更不要去被什么仇恨动员 你知道,最影响 黄珊珊感谢一路上 和她打招呼 为她加油的民众 也请市民们 11月26号都出来投票 让台北的改变继续前进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请市民们